天津女排在战福建队,决胜局双方打成25比25,没想到却出现了这一幕。 今天带大家看一场天津女排的比赛,这场比赛是天津队对战福建安息。 这场比赛双方在场上打得非常胶着,尤其是决胜局,双方一度打成25比25平。 那么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如何呢?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 比赛一开始,双方快速进入状态,开局就打成4比4平。 双方在场上打得非常胶着,天津队凭借洋溢的探头,将比分拉到16比11。 福建队的遗传不好,这也导致他们频繁出现失误,天津队利用机会将比分拉到20比14。 随着王月月打短平坏得手,天津队率先拿下局点。 最终王毅竹在4号为打斜线得手,天津队也25比18拿下首局比赛。 第二局比赛,福建队调整战术,率先取得3比2的领先,之后双方比分交替上升,一路打成7比7平。 随着福建队接球失误,天津队利用机会将比分拉到15比12,之后一直占据领先,关键时刻福建队发球失误,天津率先拿下局点。 随后开始出现失误,福建队利用机会将比分追到22比24,随着王毅竹强大得舍,天津队也25比22险胜第二局比赛。 第三局比赛,天津队调整状态,率先以3比1开局,天津队将比分追得非常紧,一路追到5比5平。 之后一直占据领先,随着王毅竹打背飞得手,天津队将比分拉到16比14,随后出现失误被福建队将比分反超到20比18。 随着天津队篮网出击,福建队率先拿下局点,天津队稳住心态,加强进攻将比分追到24比24平。 关键时刻福建队心态出现波动,频繁出现失误,天津队以27比25拿下第三局比赛。 天津队的再点。 三点给我给到同国养。